今天是7月14号周日 明天A股就要开盘了 明天A股会怎么走呢 东部发生了很多的重磅的消息 其中有一条我觉得非常之重要 那就是什么呢 楼市重磅 广州正式开启了3.0时代 什么意思呢 就是买房子 房贷的话 最低可以做到3.05了 那 对整个各房子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刺激 那会不会对整个房地产板块 形成一个支撑 迎来一个超低反弹呢 大家都知道房地产是我们A股市场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还有这段时间 A股一直表现不太好的话 跟他也有一定的关系 一旦房地产板块 迎来一个绝佳的反弹的机会的话 A股会怎么走呢 A股下周会不会重新站上3000点 重点在哪里 但是这些问题 我们就盘面作为一个技术 解读 加之前评论就一波888支持一下 觉得我讲的有点点赞加关注 明天是周一 那么周一的话重点在哪里呢 首先明确告诉大家一个方向 A股 还要反弹 所以反弹没结束 这是我在上周明确的跟大家说过的 这里反弹的目标是奔着这里去了 60天均降线 60天均降线这个位置 还没到之前 我觉得大家不必要轻易的下车 窗帽也比较重的 尤其是套的比较深的 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对不对 到这个位置该怎么操作 而不是涨了3个点 5个点就直接就干掉了 那我觉得你这样操作的话 很容易赚亏钱 因为你割掉肉以后 割掉肉以后 它如果掉下来还好 那没掉下来 又拉起来的话 你怎么办 你越追越高 你的成本越来越高 对不对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很多人就是涨了几个点 就赶就赶紧的跑掉了卖掉了 结果一跌呢 是吧跌10个点20 你都守不得卖 跌30个点还守不得卖 就这么个结构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以后要改变这种思路 你得有一个止损的需求 也得有一个止盈的一个预期 对不对 不能盲目的去是吧 一跌我就加仓 一跌我就加仓 结果到了最后面 仓位都加满了 重亏 实在没钱了 就借钱再加仓 这种很难做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3000点在这一个周期里面 我觉得是要挑战的 甚至很有可能突破去的 为什么 因为权重方向 从周末的情况来看 是传来利好的 不说别的 就一个白酒 一个房地产就是利好了 唯一有点点利空的就是证券 但是证券的话 又有一种预期就是什么 利空出境 对不对 证券的话 周末是出了很多消息 就是有些券商说 上半年的什么 rpu的数量大幅下滑业绩是吧 下滑比较厉害 但我觉得这个股价不就提前反应了吗 提前表现了吗 所以存在着物极必反 超欧跌反弹的预期 那证券的话 目前的趋势不是太明朗 所以在投资方面 我一直强劝大家 直接两个字躺平 短线的话就要小心一点 在这里的话 我们要重点留意是有利好加持下的板块 白酒加法定厂 我们来看白酒 白酒的话 在这一段时间出现 刹跌是比较厉害的 从高位这个位置是高位的7017 5406大家看一下刹多少 1670个点 1600多个点 那么这一波刹下来的话 他直接就跌了20多个点 跌了20多个点 好白酒跌到25点 个股跌多少 你想想 那这一段时间下跌的原因 我也跟大家说过 大家心里都清楚了 现在白酒在这里出现了反弹的行情 我们来看白酒板块的一个k线 这是他一个k线 他的k线走势就是上证指数的一个方法 上证指数不是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一个70英吗 对不对 你看下白酒是不是出现70英 所以我说 这段时间A股撒跌跟他有很大的关系 大家现在看对不对 有没有输出 哎 那我们从k线上面 我们可以看了 这是一个周后k线 白酒出现了一个单针探底的行情 唯一的不足点就是量能 如果这个量能再放大一点的话 放大一点的话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什么 短期的底部 这里会有机会赢得大方谈 但是这个量能还是差点活 所以接下来要补量 不补量的话 他上方压力比较大 还是会出现冲高回落的行情 这里的话 大家是一定要小心 白酒现在其实没什么其他看头 你就盯着他就对了 所以 贵州茅台 这段时间白酒之所以上下来 是因为贵州茅台的一个什么 价格的走低 什么意思 就是贵州茅台这个飞天价格的走低 曾经就是一度跌到2100 现在又回到了2400 对不对 回来300块钱的 那这段时间他的一个回软 是对整个行业的一个什么 一个重磅的信号 贵州茅台的话 大家记住 要是在这里形成一个什么 放量的一个反弹的话 那短期他的这个行情就铁了 上方压力位也是在这里 两这个60的阶线 所以在超速上面 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好 那从市场的反应来看 白酒这两天的这个周末的话 也同样出现一些利好 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公司说 这个业绩还是比较 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白酒短期可能会存在超级反弹 我是说短期中长期的话趋势不明了 大家需要注意 好 另一个点就是我刚才卡特讲的重磅房地产 房地产板块在周五出现冲高回落 那走出了一个单真探紧的行情 周末在利好价值下货怎么走 对于对于这个行业 大家记住 房地产 它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下跌 这个位置是非常之低的 也就算这个位置是属于超过低 存在着反弹的预期 再加上利好的加持 我觉得短线选手 短线选手 如果你去参与的话 博个短期的反弹 我倒是可以理解 但是大家记住 它趋势并没有改变 趋势属什么 空头 看到这里 趋势因数的空头往下走的 对不对 往下走的 那它如果有反弹的话 反弹到脸拉到高位 也就是拉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60均加线的附近 那这个位置的话 它就会存在着压力 存在压力 所以我们在操作上面是一定注意的 一定要 一定谨慎的 不能盲目的轻易的去追 其实可以这么理解 就比如说这里是属于一个什么 底部的曲线 那么它会有反弹 那么在利盒加持反弹的话 反弹的压力位就是在这个附近 所以你知道该怎么做的吗 知道该怎么去博弈的吗 对不对 在短期房地产板块在利盒加持下 我觉得有一些人气票可能会有一些 超跌反弹度 大家是可以注意一下 但中长期来说 它趋势仍然不明朗 可能房地产的话 目前我觉得仍然要小心 要小心 要点声 好 从房地产到证券 到北九 我们都可以发现这几个板块 都是低位 都是低位 都是这段时间 A股的什么 撒跌的主要方向 所以他们的奇门就尤为重要了 如果说这些方向奇门出现大反弹的话 A股站上三千点是十随便便的 是十随便便的 所以在操作方面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这些方向 你只能去玩一个潜伏 博弈反出反弹 记住 轻易的不要追高 意大利最高了 很有可能就是冲高火落 接盘的一个动作 好 周末除了这些方向之外 那毫无疑问 市场最火最热的就是无人驾驶 罗伯快跑 那么罗伯快跑 有人看好他 有人又什么 也有点反对他 但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趋势 历史的潮流是马上推动的 马上推动的 所以他在短期 认得很强势 这个我在前面的视频当中也跟大家讲过 跟大家重点说过 要跟紧的 要有助的一个对象 这是大家要特别留意的 从目前国内外市场的表现来看 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方向要特别留意的 那就是军工 就是军工 这个方向短期也有可能出间异动 为什么这么讲 这就不得不说 跟今天发生了一件大事有关 什么大事 偏远国不是现在在搞竞选吗 对不对 搞竞选的话 那那两个那两个家伙在里是吧 您讲 今天有今天的话发生了什么 枪击事件 大家还记得吧 以前的日本的是吧 首相也是属于枪击事件 那么现在感觉这个世界不不太平静 越来越不平静 哪里都都感觉什么 有冒烟的一个迹象 所以军工方向 我觉得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重视 这或许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重点 很有可能爆发了一个重点 因为这有一个导火索 对不对 那在操作特别大家要注意 好 你看 军工方向在周五的话 也多支票是涨停的 涨10厘米的 从市场的反应来看 军工的重心在这两个 一个是中传系 还有一个就是卫星导航系 所以我们定在这两个方向去准备错 还记得吧 我在前期跟大家讲中传系的时候 我讲什么 我说这个位置 是属于前期低点 前期低点怎么样 可潜伏 压力附近怎么样 可减仓 你看我的节 对我的策略是不是对了 这思路是不是对了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上面是一定要注意的 说中传系之外 那就是什么 还有卫星导航系 卫星导航这个方向 我在前期也跟大家重点讲过 但近期的话明显的资金开始回软了 我觉得这个方向短线选手 也是可以注意的 当然中传系的话 有些票也是调的到位 也是可以注意的 是值得大家注意和重视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战争 现在战争打的就是什么 打的就是卫星 打的就是通信对不对 无人机之类的 所以这个特别的重要 大力发展这个方向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我们的尖要铃 尖要铃的话 又要进入A股了 那么这是不是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 对不对 军工方向的一个信号 从某些意义上来说 这个军工板块是现阶段 我们一定要注意和重视 感觉我们的世界很不平静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冲突 或许沉浸了几十年 这也是一个规律 好回到这个盘面 我说了这么多 大家就应该知道 我们现在外面面临的困境也是比较多的 但是同样面临的机会是比较多 说白了就是A股在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需要做的是找对一些核心品种 跟随就好 计算全全市场现在5000多支票 你去看一下真正涨了票有哪些 还是很少的 所以市场它会出现轮动 出现轮动 至少目前在这个量能6000多亿的量能 想象大涨是比较困难的 没有量能支撑也走不得远 对不对 所以它只能是吧 抱团 抱团一些强势品种 银行是抱团吗 中策是抱团吗 所以接下来像汽车也好 像科技也好 像军工也好 我觉得也有可能成为它 抱团的对象 现在只能往这些资金光租度比较高的方向去了 资金光租度比较低的 因为我们要资金看的 这个时候是风险比较大的 大局对的